一個接著一個 遊客手上拿著塑膠袋 就往便電箱上丟 左手電話換右手 無視一旁民眾呼喊 也毫不在意有人拍照錄影 遊客還是不斷地將垃圾放上去 因為一旁舊室派出所 遠近也對清不完的垃圾相當無奈 如果假日的話 應該黑色的塑膠袋 大概六七袋以上都有 如果大概連續假期 有時候一天實際待 會不會跟在遠景的工作 那是一定的 有沒大早起來就要先清垃圾 台二十六縣墾丁大街上 不但長期違規射灘 垃圾問題更是嚴重 街上唯一沒有攤販佔據的 墾丁派出所門口 卻成了遊客亂丟垃圾的集中地 便電箱變成垃圾桶 不但鼓勒清潔人員 甚至連辛苦執勤的遠景 都抽空出來制止民眾 對於亂丟垃圾的行為 警方不排除將取地開罰 遊玩的民眾也認為 亂丟垃圾的行徑相當不可去 畢竟攤販多啦 然後大家吃完東西 有時候習慣不太好 隨手丟 那附近會變得比較髒亂 對 這樣是不太好 可是有時候也發覺 其實要找垃圾桶 其實也不太容易啦 香港旅客拍下遊客亂丟垃圾 也讓台灣最美的風景 世人這句話聽起來格外諷刺 只能盼望民眾多點公德心 共同維護觀光順地的旅遊品質 記者兩瓶一瓶 屏東報導